凌晨4點多 古山渡輪站門扣騎士們排好隊 等著大船入稿 居民接連下船 旗鼓渡輪的第一班船 清晨5點15分出發 趕在6點之前 中船長和基輔人員穿過岸巷 跨過船隻 第二班船就位項目 逐一檢查準備發動引擎 把這個海水濾網拆了 換一個濾網下去 這盾 海水打開水進來 船長坐上駕駛座 騎航點燈 微光之中 兩艘路輪輪流出行 過了通勤時間 機車變少了 乘客也不多 中船長能喘一口氣 短暫休息50分鐘 也向我們介紹 AIS自動辨識系統 舒服的船 只要這個機器有開的話 我們都會看得到它的位置 我們現在位置在這裡 綠色就是我們船的位置 然後對面旗鼓都好 躺在這邊 要說船長是控制船的方向 那整艘船的心臟 有何機長和機匠為固 摩在狹窄的甲板下 船頭停著機器運轉身 我來這邊快22年了 3點半就要起床了 到這邊差不多4點半嘛 然後就檢查一些機器 有沒有正常之後 就啟動這樣子 我們是第一個要上船的 船長他有帶班的船長 來帶他休息 那我們另外輪機長跟機匠 兩個水頭就自己溫流 大型度輪船一次 就要出動五位基礎人員 在碼頭帶領乘客 是兩位選手的工作 選手來講的話 重點就是說要是乘客 乘客上來 要注意乘客的上下船 人最多的時候就是 就是這一假日啊 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往前面走 往前面走 普車往旗津 一共有三艘渡輪船 乘客要是等個5到10分鐘 一定都能搭得上 也因為班次相當密集 船隻幾乎都會交會租過 要讓慕名而來的遊客 搭渡輪到旗津 廣節吃海產 假日接風時段5到7分鐘 就有一班 船長只能趁靠按時休息 必須捷移到換個方向 掌舵的手不能停下 把工作當成興趣 這樣會比較過得比較輕鬆 其實我本身就住其中這邊 我也是這邊長大的 小時候就隔路不來 在海邊玩水玩蛋了 機主員在海上待了數十個年頭 每到廉假或過年 全員上工也不喊累 希望能讓乘客全都平安抵達 TVBS新聞時機 洪宋家鑽高雄報導